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相互亏欠 最终相写着面对生活的动人故事 影片感人至深引得观众动容 而在即将揭晓的第36届香港即将奖中 该片更以黑马之姿横扫八项大奖提名 成为夺奖大热 影片中一众主演教科书级别的巅峰演技十分亮眼 现场金姐更是连赞于威乐表演收放自如 由于威乐档姐继续从头到尾来 她都是很压抑的 她一直要压着 她不能够去 不能够压抑 所以她基本上是在大雨中 她到了吃巧克力店 她其实她已经报 但她报的方面 如果大家有了情况 为什么吃巧克力呢 巧克力也长了 也会很开心嘛 对不对 她其实已经报 但是她批评 她是有控制性的 就是逼自己一次吃糖 因为她就是不要让自己又 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又爆炸爆炸的 她又修的在那里 一个含蓄的一个发泄 那所以这场是我看 我一直在读的 阿乐收放自如的演技获好评 金姐教科书级的演技 同样受到各大奖项的青睐 谈及影片 金姐表示 这部戏对我来讲呢 是一个好像上天掉下来的品物 四位主演 四个提名 青年导演 也能导出过硬的作品 游客绝衣乐 真是江山带有才人出啊 广州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Zither Harp